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跟各位講 我們的風向是受三個因素的影響 舊課本就寫氣壓 這個是不對的 應該寫什麼 氣壓 梯度力 因為氣壓梯度才是力 還有受一個科試力 還有受一個摩擦力 三個東西合起來 影響到我最後的風向 這個風向沒有跟等壓線垂直 會有一個角度像這樣 有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幾度 這個角度不一定幾度 會跟摩擦力的大小有關係 會跟摩擦力大小有關係 我們以後請你畫的時候 我會請你畫30度 我會請你畫30度 三分之一30度 如果你連30度都不會畫 你就給我畫45度 反正我們只要大概就可以了 所以整個風向的影響因素有三個 氣壓梯度力 科試力跟摩擦力 剛才已經教過氣壓梯度力了 所以不再講了 摩擦力 你畫老師教過了 摩擦阻力 阻擋它前進的力量 這個不管 所以我們第一顆的重點是放什麼 放在科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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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試力呢 是一個假想力 這個力不存在 這個人不知道地球在自轉 所以要想像出個力量 叫做科試力 科試力 就是人類發明長城火炮之後 發現我瞄準 發射 碰 打到旁邊 剛才沒有瞄好 重新校準 我確定我瞄得很準 碰 打到旁邊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大哥就說 那是因為上帝有一個神奇的力量 他會使他炮彈飛出去的時候 偏到右邊去 所以這個力量叫做科試力 這個是因為他不知道地球在自轉 如果他知道地球在自轉 就不需要科試力了 所以我們說他是一個假想力 他的結果是指北半球向右邊偏 也就是南半球會向左邊偏 北半球向右 南半球向左 什麼叫做向右 前進的右邊 我舉右手 如果我往這裡走 我就會越來越靠近這裡 向右邊偏 如果我往這邊走 就越來越靠近這裡 右是指前進的右邊 你懂嗎 前進的右邊 往右邊 向右邊 是前進的右邊 北半球向右邊偏 南半球會向左邊偏 這叫做科試力 請記住 北半球向右邊偏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來 我們來看一個影片 給你解釋科試力 科試力 他這個有一個平台會轉 就是旋轉 然後他兩個人會丟球 丟球 看那個球的 現在是不動 所以就正常丟 正常接到 就是沒有科試力的影響 然後當然我們就會轉 他有不同角度去拍 然後看他的結果 然後這個現在是順中轉 所以他該怎麼偏 向左邊偏 所以球丟出去會偏到左邊去 球又會偏向左邊去 歷史中 北半球向右是向右 他是順中 這個是從上面拍下來 所以從靜止的地面拍 你會看到這個球其實直直的飛出去 慣性直的飛出去 是因為人跑掉 所以才會覺得他是偏了 他 球其實直直的出去的 慣性直的出去的 只是因為你人走掉了 所以你以為他偏向了 你以為他偏向 然後現在呢 把他放在台的上看 他就是會轉到台的上看 所以地板的動跟車的動是相反的 地板看起來是順時中轉 表示人是逆時中轉 所以北半球會向右邊偏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他是偏的 你就會覺得他是有偏有轉彎的 因為你現在在球這樣看 你現在在轉彎這樣看 你就覺得他會有偏 會有歪過來 會有偏向 然後對 然後接著就對著他拍 讓你知道說 他真的是直直的把球丟出來 他並沒有往旁邊丟 可是球會跑掉 好可怕的 他是有直直的丟球出來的 他並沒有往旁邊丟球 可是球就歪掉了 歪掉了 柯勢力的影響 你跑掉 他不要跟我笑 就換另一個方向 你的北半球向右 南半球向左 換個方向轉而已 好 到底直直的丟 可是偏掉了 直直的那個就偏掉了 這個你就不要理他了 柯勢力跟速度有關 速度快科勢力大 速度慢科勢力小 這裡是慢慢的轉 所以沒有什麼科勢力 所以還可以接得到 沒有什麼偏向 不過這件事國中生 不用理他 這件事國中生不要理他 我們只要知道會偏就可以了 有什麼影響因素我們國中不管 影響因素國中不管他 好 正常的結束了 下面下面叫做 下面叫NG鏡頭 NG鏡頭有聲音 然後叫NG鏡頭 就是要再來給你證明 因為旋轉產生一個偏向力 北半球向右 南半球向左 給你示範科勢的影響 OK